我们看这题目 已知这极限值是等于2 是由时数a与b之值分别为何 那么在这里 这x以一代入会使的分母为0 而这极限值是存在的 所以呢代表我们分子 这x平方加a x加b 可以分解出x减1 这一次因式 然后跟分母的x减1越掉 所以x平方加a x加b 有这x减1之一次因式 所以呢我们利用因式定理 这x以一代入要使的这值为0 所以呢x以一代入 我们得到这是1加a加b 这是等于0 所以呢 这我们得到b是等于这一项过去 这是负a减1 那么我们带回这里 这x平方加a x加b 那么b是负a减1 所以这里我们写减a减1 那么这等于 这是x平方减1 去加上这a提出来 这a去乘以x减1 那么x平方减1 这是x减1乘以x加1 所以呢这里我们得到 这是x减1乘以x加1 然后去加上a 然后去加上a去乘以x减1 所以呢我们把x减1提出去 我们可以得到这是x减1 去乘以这是x加1 再加a 因此呢我们带回这里 这是limit 这x区均1 然后分子呢 这是x减1去乘以x加1加a 那么分母这是x减1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把x减1 约6 这时候我们x以1带入 没有不合的情形 所以呢这会等于x以1带入 那么这是1加1加a 那么这等于2加a 而题目说这极限值呢 是等于2 所以呢我们算出 a是等于0 这个答案 那么我们a以0带入这里 那么得到这b呢 是等于负0减1 所以答案是负1 这个答案 就跟您说 了吗 v 2加1 1加1 3 2加1